好來 鄉親愛的新聞 頭紀先生來看 中法官小豐教的救護車 配備了這台電動骨折騎 跟傳統駐車比起來 電動骨折騎只需要每個10秒 就可以馬上完成駐車 這項救命生氣 再來結合到自動給養機 以及架上自動心肺復甦機 三天來已經成功救回兩名 告別他之前沒有穿開的環節 在救護車上頭 有個救護技術援助各地消防骨折騎 今晚我們操作各行各級幹部 今天這項電動骨折騎 就在這三天來救了兩條人命 經救護人員判斷為 無呼吸無脈搏的患者 我們進行CPR的操作 那經過AED的電極三次 以及高品質的CPR 我們將患者送往醫院 那送往醫院的途中 我們給患者建立骨針 然後順利的施打強心劑兩肢 那患者在到院之前 恢復了自主性的呼吸與心跳 消防救技術 經過全入訓練的 高級救護技術援 在這個救護過程當中 可以判斷什麼時候 要用什麼樣的救護工具 消防救在5月底 在救護車上頭 配備電動骨折 可以在10秒內 完成組織的 順上限速有無 這打點滴呢 它會有一個缺點就是 當患者在一個OCA的狀態之下 這時候血管可能會比較不好找 那救護員可能要在現場 花一點時間來找血管 那透過我們新配置的 這個電動骨針機呢 患者 我們在這個現場 可以在10秒內 就可以完成這個注射 然後就可以快速的給予施打 各種的這種急救藥物 消防救強調 離空疫苗年開始 中華消防救的救護車 就算轉過一線 配備12桌上心電動機 今年在前 自動給氧機和二氧化氮監測儀 國外分 國外加上電動骨針機 可以大大提升緊急救護的評價 大張新聞 中山中華 蔡宏保登